我 我有一个私生子 杨萍你 你真的 你真的生了一个孩子 男的还是女的 在什么地方啊 才 才没见你早就知道吗 我 我猜的 我看到你家里面 有婴儿用品 对啦 事情就是这样的 雅萍跟三郎 为了不让孩子曝光 所以 三郎才硬着头皮顶罪的 要不然哪 那个男人婆检察官啊 非要找出这个家权啊 来做正人不可 家权 是孩子的名字吗 是个女孩 我不肯把这件事说出来 我盼哥接受不了 对不起 你还傻愣着干吗 这是喜事啊 你放心 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 绝对不会是私生子 因为我跟你大哥 可以领养他 这样子 他就有爸爸妈妈 我和你哥哥 也有孩子了 他 家权呢 他在哪里 让哥哥看看 哥 你不怪我吗 哥是很想怪你 他当然不会怪你 我们啊 反而要谢谢你 替我们生了一个孩子啊 对不对 雅萍 等我跟你哥哥 正式领养家权之后呢 你就可以光明正大 常常来看家权了 不是吗 谢谢你 谢谢你才没见人 谢谢 好了 好了 谢谢 谢谢 好了 一个秘密放在心里两难 那凭已经够可怜的了 你就体谅他身为一个母亲 想要保护孩子的兴起 原谅他吧 师姐啊 你说你不想再见到雅萍 他也不是你们刘家的人 你说这些气话 可他一有事的时候 你比谁都要着急 现在雅萍 他要送你一个女儿啊 你生什么气吗 这是喜事吗 是不是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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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萍 哥 哥 对不起 哥 对不起 哥哥对不起 杨萍 哥 你在白平家不是认罪了吗 你现在一句话都不说 你玩什么话着 你不要以为你装聋作哑 我就拿你没有办法 你在白平家承认杀人的事 旁边的警察都可以作证 我一样可以把你收押规见 你们不能进去 你们不能进去 给我开门 要不然我把这些警察局给砸了 不能进去 不能进去 让开 大爷 金先生 请你出去 不要妨碍司法公正 什么司法 要说司法 跟我的律师说去 三郎 我们走 律师也报不了金三郎 他已经承认他杀了人了 对 他是杀了人 就算他杀了一万个人 也轮不到你这个小丫头来管 弓箭察官 刚才我在白平那里说的话 依然有效 如果你需要我配合 我一定会在那儿 但是现在有什么事情 请直接跟我的律师谈 我已经确认过 秦少爷并没有任何直接涉案 的阵数 你无权滞留他 如果以后需要他协助了解案情 我们会尽力佩服 走了 站住 京霸青三郎 我非常清楚你们的背景底线 你们除了歌厅 还经营赌场和各种声色场所 谋取步伐暴露 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 我不清楚 你们究竟为什么 可以长期地逍遥法外 但是如果你们以为这样 法律就拿你们没有办法 就没有人敢对付你们了 那你们就大错特错 那你倒说说 谁敢对付我 别人也许不敢 但是我敢 你敢 好 你敢 那你就表现给爷看 表现得好 也有赏 三郎 我们走 八爷 请 你说会解决雅萍的案子 就这种解决法替他顶罪 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满街都是美女 排队等着让我烹成红歌星 不缺他一个 可是 我救你这么一个儿子 你比雅萍重要一百倍 要你替他顶罪 我宁愿让他去坐牢 八爷 您说三郎比雅萍重要一百倍 可是您知道吗 在三郎的心里呀 雅萍可要比您重要一百倍呢 这些年来 你怎么保护刘雅萍 我看得一清二楚 他未婚生子 从头到尾 都是你在照顾他 替他安排大大小小的事 还专程出国好几趟 只为了叫许罗明替他出气 你 那个女人 你到底跟他什么关系 你要替他卖命卖到这种程度 刘雅萍是生过孩子的女人哪 三郎 你是不是眼睛瞎了呀 真喜欢这样的女人吗 不过 我倒是有一件事情想不明白 这么多年了 你都没有碰过他 三郎 你这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难道 你被那个女人下鼓了 你最好老实说 为什么为了刘雅萍 你连自己的命 都可以不要了 如果你喜欢他 那简单呢 他一定会乖乖当你的人 犯不着 做这么大的牺牲啊 爸 那我就直说了吧 我的确是喜欢雅萍 所以 我才会为他做出这一切 你少跟我装傻 你喜欢他 那为什么 你连碰都不碰他一下 因为 因为我想把他捧成红歌星啊 我要维持他的玉女形象 爸 你想想 只有他单身 他才能够吸引更多的歌迷和听众啊 如果大家都知道他在搞对象了 那他的身家一定会大打折扣的 爸 我也是为了我们的实际考虑 等到雅萍为我们赚够了钱 退休了 我就可以正式跟他交往了 只是这个原因吗 真的就是这个原因 我跟雅萍商量好了 等他赚够了钱 我们才谈恋爱 不过呢 我跟他承诺过 我一定要对他负责啊 我不会辜负他 把他放在第一位 所以啊 我才要处处保护他 你喜欢谁不行 偏偏就喜欢一个下过蛋的女人 你要是认真交往 条件比他好得多的是啊 如果 你嫌圈子里的女人不够干净 依你的身份 去结交大官或是世家小姐 都没问题啊 爸 这就不用了吧 我只喜欢雅萍 我会为了她继续等下去 你 爸爷 我们家三郎 可真是痴情的种子 不过 刘雅萍毕竟是生过孩子的女人 咱们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啊 她怎么能够跟生过孩子的女人在一起呢 要不这样吧 我看还是您做主 给三郎选一位千金大小姐 您看怎么样 算了 三郎 你喜欢就去喜欢吧 本来我以为 你看不上刘雅萍 只是想跟她玩玩 既然你喜欢她 老爸就让你 不跟你抢了 爸 爸 谢谢你的成全 她的官司 你也犯不着替她顶罪 要不要老爸去找人 弄一下 那个女检察官 警告她别想动你 爸 我看不用了吧 雅萍说罗明是自己出事的 我相信雅萍不会撒谎 好 就由那个洪检察官 她愿意查就让她查去吧 别理她 我不会有事的 那就好 要是那个女检察官 继续找你的麻烦 可就别怪我 我对她不客气 好 买来了买来了 哎呦 你看佳犬用点车 你看这个轮子弹性多好啊 爸 给佳犬的房间空出来了没有啊 要赶紧找人来装潢装潢 哎 要是来不及装潢啊 没关系 就让佳犬暂时跟我睡好了 我好随时能照顾她 哦 对了对了 那个桌角什么的 边边角角的 到时候全要包起来 免得佳犬到时候学走路 不小心撞上了碰上了 那就不得了了 采梅啊 瞧你兴奋哪 佳犬还没来呢 这房子都快给别你掀了 哈哈哈 是姐 我们就要有自己的宝宝了 我当然开心了 这房子 这屋顶全让她给掀了 我都愿意 哑平说了 家全很安静 不至于掀房子 不像你 你才一岁时 有一回啊 还在地上爬着呢 哎 你妈一是没注意 一转眼你就爬上沙发了 还攀着个窗帘 要飞檐走壁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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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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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杰啊 哎呀 这雅萍呢 虽然嘴里说 不在乎什么团圆不团圆的 可是你看 她给孩子取的名字 叫 佳犬啊 哈哈哈哈 她心里惦记着什么呢 当然是你们一家人 都能够齐全了 那个时候 哎呀 那么失散的 那个时候 她年纪还很小 她可能真的没有什么 非要团圆不可的心愿 可是你有啊 所以她给这个孩子 取了这个名字 呃 也就是希望能够 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她虽然有时候 不听话 不同事 呃 但是 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 你一直是在心里面 最最重视的人 是啊 其实雅萍 她会不告而别 只是怕你生气 你别看雅萍 一副狠心潮的样子 其实在你面前呀 她还是那个小妹妹呢 哎 其实雅萍小的时候 最疼她的还不是我 是世文 雅萍跟世文 一样都爱胡闹 嗯 每次雅萍她闯过祸 我跟雅琪就会骂她 世文就包庇她 啊 要是现在 能够找到世文 那就好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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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她就会想到她 雅萍 真的太好吃了 怎么 mucha 市场就是强一样 去吧 汽我 That's not something 爸 我现在想一想 好像又不是那么肯定 毕竟只是瞄了一眼 所以我一直想 找金三郎问个清楚 但是他老是出国 我根本没有办法接近他 如果金三郎就是你的大帝士文 那他为什么不可和你相认呢 这件事情我也想不通 雅萍说金三郎替他顶罪 我就更不清楚 金三郎这么做的动机 到底是什么 我一定会找个机会 弄清楚他的身份的 师姐 有件事 我答应金三郎不说 这或许和你们的兄弟姐妹的 身世有关 就算金三郎不是你的大帝士文 他也绝对和你们家人有关系 你还记得几年前 我曾经说过 只要胡天正死在我的面前 我就同意你和采媚交往嘛 替我处理胡天正的人 确实是金三郎 胡天正只是个画面 之后 我应该说は 他不是相讨历 不许多何人 反正 也不过 他是想起来 有没有万能的 يف 你这些人 不是 我这些人 他想起来 你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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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金三郎叫胡天正是表舅 爸 你為什麼到現在 才告訴我這件事情呢 那個烏火旺他 那個烏火旺就是害得 我們一家家破人亡的表舅啊 我知道 你和采媚都跟我說過 可是我答應 要替金三郎守住這個秘密 這畢竟牽扯到胡天正的死 人命關天 我也不想鬧出什麼事情來 後來金三郎 把胡天正的屍體弄走了 我也就沒問過他的下落 種種疑點 放在我心裏好多年了 如今金三郎又去替雅萍頂罪 我想你是該找他問個清楚呢 金三郎開了間賭場 世衛人質 出入館裡得很嚴 我有些生意上的好朋友 可以進入到那種場合 聽說金三郎在那裡是管事的 每天有固定的時間在那裡坐鎮 你想找他一定能找到的 我請朋友幫忙 帶你進去 見面 嘩 多久 你 整個 跟